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就利用Excel的软体来 透过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所谓的Slicer 来制作这个互动式的仪表板做一个简单的仪表板 那我们的范例还是一样利用BMI的资料表 那我们从运动中心里面去做一个枢纽分析表 是肥胖诊断跟平均身高体重的部分 然后两个枢纽分析图 限制别跟购票种类的直条图 还有肥胖诊断的原型图 然后我们再加上五个筛选器 那我们还是一样回到Excel的部分 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例如我就叫做Dashboard 那我们就拿BMI的这个table里面的这个资料表来做 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这个表格 枢纽分析表 选取它的资料板为BMI 如果你忘记了怎么操作的步骤 你要熟悉的话 那你就是看前面的影片 那前面交过的部分 枢纽分析工具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肥胖诊断的部分 肥胖诊断的部分 然后我有计次 我的那个做身高跟体重 肥胖诊断里面的平均身高跟体重 身高体重 我把它改成是平均值 标签我也顺便一起改 平均体重 那么这里我就直接用小数点一位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表格做完 那因为我们待会后面要去做关联式的部分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做命名 那我这边就叫dashboard 然后underline我例如就叫fet好了 第一个表格fettable 那我就知道这个叫做表格 那你可以用中文去命名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要做的另外两个枢纽分析图 一个是限识别的购票种类的 限识别跟购票种类的纸条图 所以我有两个变数 一个叫限识别 一个叫购票种类 那所以我在这里 因为我的表格不要呈现 我就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插入枢纽分析表 我一样用bmi的资料表 好那么在这里我要用type 限识别还有一个是种类 好祭次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去做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的table的名称 我一样用dashboard里面的type好了 type加city 好所以在这里来讲我的表格第二个 那么这个表格里面我就要去制作枢纽分析图 我要一个纸条图 那我把它移到我要的位置 好等一下再来调整版面的部分 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肥胖诊断的原型图 所以我再做一个插入枢纽分析表 bmi 然后确定 那么我就有一个肥胖诊断 那次数的部分 那这个我也把它命名 dashboard fet 你可以命名的部分你就是依照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去做 好那所以在这里命名的部分 在这里这个图表我就再做成圆形图 好我先把栏位的选项给删掉 好那因为一般我们在做一页图表的时候 好那这边我因为要呈现所以我就把栏位给拉开一点 然后两个栏位把它拉开 你要美观的部分 所以你要慢慢去调整它的位置 那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你的图要一样大小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调整 好例如说我都缩小一点点 让它放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那背景的隔线 通常来讲我们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想要删掉隔线 这个时候你就用解释 把隔线不要打勾 背景就会变成白色 让你的图表看起来才会比较干净比较漂亮 好那如果还要移动的话 待会再来移 那这个是图表的部分 我先放在一个页面里面 好那如果你要调整颜色的部分来讲的时候 我也可以回到设计的部分 例如我要用刚刚一样用蓝色的部分 那我的图表标题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修正 肥胖准断结果好了 好那字形的部分就跟前面的方式一样 你可以去做调整 做移动 这些都可以 然后这边的话这个你等一下自己改好了 要花点时间 好那先主要的先调好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放筛选器的部分 好那前面讲说要放五个筛选器性别种类限制别区域别跟入会时间 好所以你点到这个任何一个储存格的这个地方 好那例如说我就先放这个表格或者枢纽分析表或者图都可以 你让它出现枢纽分析工具 好在分析的地方这里有插入分析 交叉分析筛选器就所谓的slicer 好那所以就把我要的部分打勾 好那一般来讲都是类别的资料分类的资料 好所以你就按下确定 它就会出现五个筛选器 好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要的位置去做调整 好例如说我今天选了第一个筛选器的这个部分 它上面也会出现它的工具选单 好所以我这边我要平的放 我就是现在是一栏 我就把它变成是两栏 它就会横着放那我再把它缩小 好调整它的大小 那这边的话我就要分成 假如说三栏好了 月票计次单次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好我把入会时间的部分 因为这两个都是地区 那入会的时间我就把它变成五栏 用横着放这边点点的话 你就把它拉长横着 好你就可以自己做调整 好调整好以后把它移到你要的位置 这个把它挪下来 这个再挪下来 好那如果你要对齐的话 例如说我的性别跟种类要靠上方对齐 那这里你可以调整它们有同样的高度跟宽度 好假如说这里我也是 这个我看一下这几公分 两个我要一样大 1.91 那这个1.93 差一点点我就要1.91好了 好就让它一样大 横的一样大 那直的这个是5.08 两个都一样 好 好所以我在这里我就让它对齐 好 所以对齐的这个部分来讲你就可以选 例如我要靠上对齐 好 然后入会时间的这个部分来讲我可以调得跟它一样的宽度 好 那这个我就跟性别这两个 对齐就是靠左 所以你可以依据美观的这个部分来自己做调整 那你如果觉得它太宽了你就可以往下调整 然后再来就是旁边限制别的部分 那这里我就是用一栏 三个限制别 我要跟它一样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 区域别的部分 六个区域别我就分两栏好了 然后也是跟它一样 那你自己再去慢慢对齐的这个部分 跟刚刚前面一样 例如我要不是水平对齐对不起 靠上对齐 那对齐了之后再把它分开 而是区域别在这 限制别在这 那图表里面你当然可以再去加一个标题 我们前面做过跨栏字中 例如说运动中心会员资料 那你也可以去增加什么底色啦 或者是你想要的部分 然后你都可以自己自行调整 那接下来这些筛选器到底做什么用 那例如说像我今天这个部分来讲 那我的筛选器按下去2015的时候 我要跟谁联动 也就是做概念性的设定 所以我就选我现在有三个图表 五个筛选器 那我选择我就每一个图表 去看我要跟谁连好了 你反过来也可以设定 所以我分析的这个部分 我就按下筛选连结 这时候它就会跳出来 这个图表里面要跟谁去做连结 所以我这个table 刚才这个肥胖的状况的table 那里面是这个我就跟五个表格都连结 入会时间性别区域别种类 现实别都连结 然后在这个图表的这个地方 我也按筛选连结 这里都没打勾 就是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像我现在按2015 只有在这里动 其他的没有2016 所以在这里我打差的地方 就是让它回到全选 所以我第二个图表里面 我也需要做这个连结 因为这里已经有city 也有type 所以我在这里来讲 我只要选上面三个就好 因为这两个本身就有 这里就有月票的种类 这里有限识别 所以你在勾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所以在这里按下确定 那这个图表第三个 就筛选连结要跟谁连 入会时间要性别 要区域 要种类 也要 限识别 也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那当你做完了之后 连结完了之后 如果万一又跑掉 那你可能就要再整理一次吧 那主要是因为这两行跑 这两行跑掉 把它拉开 再开一点 那这个回来 所以在这里我就有一页报表的呈现 那如果我现在要看2015年的资料 那这三个都会一起动 这里没有设定好 所以你给它位置弄好 把它弄好 你先去试试看 这个可以剪下贴过来 所以在这里2015 然后2016的 17的 那我也可以去筛选男生女生的 我要看月票的结果 台北市或者是桃园里面的这个桃园 那呈现的什么样子 你就会有一个互动式的结果了 那这个是在做一个基本款的 这个互动式图表 那你如果觉得蓝色的颜色不好看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设计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的颜色 所以在这里来讲 你可以全选 例如 你这里可能要一个个去选 因为它是不同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慢慢去做调整 你的细项的这个部分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做Dashboard的 这个简易的图表版